司马懿 司马懿不正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吗 曹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便把曹丕叫来 对他说司马懿不是个甘做仁臣的人 将来必定会干预我们的朝政家事 但曹丕后来十分信任司马懿 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后来果然不出曹操所料 司马氏父子三人不但相继专善曹魏朝政 而且最终还灭掉了曹魏 建立了西纪丹 到了司马懿执政的时候 同样流传了一个牛济马后的预言 因为这个预言 一个叫牛津的将领无辜被杀 但这仍然没能这个预言在东晋得到验证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被冤杀的牛津是个什么样的人 牛津开始的时候是曹仁的部将 公元209年 周瑜率军数万来攻打曹仁 周瑜先头部队数千人已经到了 曹仁登城远望 才召集了三百人便下令牛津带领着三百人应战 但无军人多 牛津人少 于是牛津被围困了 这时候曹仁与长使陈角都在城上 看到牛津等三百人快要被打败了 他们周围的人都面露恐惧之情 只有曹仁一起风发 叫手下取马来 陈角等人知道曹仁想要下城就牛津 于是一起拉着曹仁说 对方十分强大 势不可当 为何不放弃他们 而您却要亲自冲锋 曹仁没有答应 披甲上马 带领他挥下壮士 数十骑出城 与吴军只有一百多步的距离 离城沟很近 陈角等人都以为曹仁只是在这里为牛津虚张声势 没想到曹仁竟然直接前往冲入敌阵 牛津等才被解救 但敌人包围之中还有一些散兵 曹仁于是又杀进去了 将这些散步从敌人包围之中救出 又杀了吴军 很多人把吴军击退了 等曹睿继位以后 牛津成为了司马懿的部署 公元231年诸葛亮北伐 司马懿命牛津带领一小部分人为引诱蜀军 刚交战诸葛亮就退兵了 公元235年 蜀汉将领马带入侵 司马懿命牛津击破蜀军 斩首千余级 公元238年 辽东公孙渊反叛曹魏 司马懿率牛津 胡尊等部齐四万发自洛阳 然后平定了辽东 戴方 勒浪 玄兔四军 魏江相大臣年表中记载了这一年 牛津被提拨为后将军 然而后面却再没有牛津的记录了 然而牛津往后几年并没有死 这是很让人疑惑的地方 当时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衬书叫玄石图 上面记有牛济马后的预言 司马懿又请星象家管路占卜子孙运势 管路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 司马懿不解何意 后来司马懿畏居太父之职 权倾天下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牛济马后的预言 心里十分忌讳 怕这个牛津将来会对子孙不利 就派人请他赴宴 就终下毒 牛津为人坦荡 没有提防之心 引之极毙 就这样犀利糊涂的送了命 司马懿自此以为牛津已死 子孙便可高枕无忧 坐享福贵了 殊不知事事难以预料 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进 西封狼牙王后 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 夏侯氏人很风流 没多久就与王府 也叫牛津的一个小利 勾搭成奸 后生下了司马瑞 史书也曾经说到 司马瑞并非皇族血脉 而是狼牙王府 小利牛津的儿子 只是因为有牛济马后的传言 导致了战将牛津被冤杀 后人碎戏血的 称司马瑞为牛锐 比如明朝思想家李治 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 而不称司马氏 牛济马后 即是指司马瑞为牛氏之子 牛姓代司马氏继承地位 历史文献有多记载 除了晋书和魏书两大正史外 赫林玉路 荣斋随笔 滨退路等书 也有相关描述 南宋罗大经曾说 司马氏欺人孤寡 而夺之魏 不知魏灭魏己 而晋亦灭已 何也原地乃牛津之子 则是司马氏 为牛氏所灭也 蔡东藩也曾经说 忠够一文不可详 但留一脉宝残江 若非当日牛津力 怀民沈伦晋已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